大家好,歡迎收看1月7日的市基金中央直播,我是浩德 不好意思,遲了一點開始,因為我今天想說的東西比較多 還有很多即時性的東西要說,我要組織一下 要大家等了一會,不好意思,希望我能夠盡量做好內容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 有些朋友問我吃了下午,我想說早餐都未吃 先報告一下市基金最新的情況 2021年,我講過所有東西重新開始,所以重新好著緊 1月5日,即是前日,頭兩日都不錯 兩日都升,最新的基金單位價格是173 即是說今個月暫時都升了4% 這兩日可能回到一點,不過都頗固硬正 第一個要說,關於市況 我昨天跟同事說,我覺得是有點大時代的感覺 當然我覺得現在比較,應該這樣說 你看回恆辛指數,已經旺了幾天 旺的時間,好像幾天都跌不下,升上去 看得好一點就up大時代,好像有點不負責任 不過從這幾天,當然我說大部份市況不錯 很多股票都開派對,甚至指數都做得不錯 但我覺得為何我跟同事說,我們把倉位打到這麼高 幻想一下會不會重複一下,未必一定行 不過我發覺從一個客觀上去對比,其實都有點相似 第一,這一轉大家看到,首先是A股大動 從12月開始,我之前提及過,資金開始湧入過市 其實12月開始得到,尤其是資金比較敏感的行業 連到今個月這幾天,你見到A股不斷抽上去,今個月升了5% 希望正如我之前,全年歐陸說 A股跑贏港股,港股跑贏美股 這三天就是這樣,不過贏三天就不算 我講的講一年 但你見到A股本身的指數真的升 其實背後那些股票升得更厲害 就不再認得了,你見到之前說那些金龍魚等等 但你看回成交,國內成交都是重要的 這段時間都是價量齊升的 連續幾天都過萬億 所以這個都是一個所謂大時代的先兆 至於港股,港股都是一樣的 港股其實近期的成交都是 去到成,昨天應該是2000億 我這樣按出來看看 昨天是1月6號 昨天我女生日 之前兩天都是2000億,今天半天暫時都過了1200億 你看到都是一些旺市的跡象 其實我都說新一年可能很多資金 尤其是去年下半年股市走勢 其實越來越多會湧入市 長期的資金會 甚至乎执面反映 我們C基金的認購都多 都是一些間接的說明 告訴大家大家對股市的熱情開始勁 之前大家圍炒了美股 類似的情況現在似乎在A股和港股都出現 當然大家就會問一下 是不是已經一講大時代 大家就開始不是怕吃不到糊 而是怕吃不切糊 上一次就很開心 不過跟著打下來就很大件事 當然這個勢頭暫時我覺得就開始了 一個多月 例如你看CSI300 我經常都說A股那些一來整個時間逐漸 就壓縮得很厲害 所以都要有買就趁手 我經常說 我12月都開始說了 你見上一次去年年中的6月份都是這樣 每一次大浪都很快很急 因為講賺錢 國內的投資者其實都很快很準 但是大家怕2015年 第一就是當年一個爆煲 除了很多原因在後面 其中一個是因為那個槓桿太厲害了 所以留意一下槓桿 都挺好的 我覺得它一個指標 看看國境出了煙利 所以我自己就有參考 最新國內的 場內融資其實就不是很高 可能講一萬億成交 裡面 萬億成交 又四千 不是很高 四千多億 這個是turnover 如果計算過Total Balance 即是每日的 margin成交佔比 暫時還未算很高 這個是說一千億 剛才說差不多10% 這個就是每日的margin 即在場內的融資融捐的比例 就是一千億左右 一千億 昨天整個A股成交就是一萬億 即是十五% 第一個指標 看看是否太過刺熱 第二個刺熱就是看看借了多少出去 現在最新A股的outstanding balance 借了出街的錢 大約是一萬五千億 這就是人民幣 而國內A股總市值 CAUCHIN 不好意思 現在年紀大 數字 英文很敏感 A股市場大約是11萬億美元 如果將這兩個相比 我應該要按了這個數字 應該大約2%左右 我看看能不能按 找不到的 我做了一個很好的圖 不要緊,我轉頭找 我再試一次 大家等一等我 我為了大家專門做一個圖 為何看不到 啊,找到 不是,這個不是我做的 OK,不要緊 好,不要緊,因為我想大家看得明白一點 大家多給我一點耐性 我弄了出來,為何不見了 OK,這裡找到了 值得等 因為大家很喜歡我的私基金研發指標 簡單易明一點 好,這是什麼圖 不好意思,大家等了一會 就是在大陸借出去的場內融資融券的額度 相對於A股的總市值 你看看 現在的底下是2% 因為剛才我說了 國內的A股總市值大約11萬億美元 借出去是15億人民幣 但這個就這樣看也沒什麼意思 最重要看上次爆煲的時候是什麼時候 所以我就特地按出來給大家看 2014年第四季開始大時代 最高是4-5% 當然我想說清楚 這個圖我認為沒有一個科學的可比性 因為當年很多資金並不是場內配置 並不是有很多批路和監管 當時其實背後的場外配置比場內高很多 所以這是一個proxy 但是近一年之後的場外配置 其實就減少了很多 至少我想這個是其中一個 大家可以追蹤的參考 就是場外配置 今天和當年的比較 其實都不去到很瘋的水平 當然背後就是 因為監管上高其實已經很不同 但是我覺得如果大時代一直去的話 大家應該要留意 我自己會跟蹤 除了這些比較冷科學化 數字上高的指標之外 我覺得都有一些其他的 間接的指標 例如說 A股 港股 你見到資金其實是很強的 留意來香港 如果報紙上大家看到 其實這幾個月是很強的 很活躍的 每日正流入都100多億 差不多佔了港股這段時間的 成交25-6% 我覺得Boomberg的版面不是很好 所以我懶得特意做 其實坊間有很多apps 看得更清楚 關於這筆水的追蹤 我自己覺得它都一般 不過大家知道整體來說 水一直湧進來 還是連續地湧進來 所以這個又是一個 大家覺得要比較敏感 另一個 第二個我覺得 indirect signal 就是因為 開始不跟美股 你知道 各一段時間都是跟跌不跟升 但現在美股都一般 你看到港股A股 其實勢頭都很強 這個也是一個很不同的表現 第三 就說笑 例如1766 你看回當年 大時代炒得最強的 2015年 大家記不記得2014年 2015年是多少 現在3個多升了很多 但當年炒到20元 都是由5元起步 過完年回來 炒到20元 現在我們都是這樣 剛剛過了新一年就抽了上去 然後可能這個年月就平淡一下 然後農曆電回來就放了一聲 當然這個是講故事 不過我自己的部署 倉位都高 但是有時候炒股票也有幻想空間 好 這個說得很多 所以我剛才說為什麼要搞了那麼久 因為我要整理一下 但我覺得這個要早點說 因為太遲說 假設有得升 升完再說就沒意思 先說這件事 Kelvin預備動 但我還有兩個新聞要說 所以不好意思 都霸出來說 有兩個新聞 我要特別說 第一 當然昨天為什麼 說一下市場 為什麼會這樣動 看報紙 我看報紙 不過我複数一下 昨天你見到 整個index 就出現了幾奇怪的現象 有一點像11月那一段疫情 就是 事源 大家接下來知道拜登就會在美國做總統 我們恭喜他 接下來他們的參議院 House那邊 其實他們民主黨 都已經有一個挺有效的控制權 即以直計 同時你知道美國有兩會 整個國會有參議院、眾議院 參議院其實剛剛在那裡爭奔頭 在Georgia那個位 暫時就好像 民主黨都可以立得 都未確認 還差一直 不過他們都在領先 所以簡單一點 這個結論就是整個金融市場 開始覺得 拜登一上場 就有神仙棒 任何事 都可以做得到 而共和黨就沒有辦法制止他 所有他的 施政、他之前選舉時間 說的話 都應該可以落實 所以出現什麼情況呢 包括 會有機會加稅 因為他要派福利 要刺激 所以經濟應該會好 他繼續派錢 繼續刺激 加稅 一直都是民主黨都喜歡加稅 他選的時候都說要加 可能不夠錢 加稅 怎麼搞呢 發多些債 所以 發多些債 債息 要升 再吸引多些投資者 港供求 而TAC 一向都可能會被人開刀 所以就解釋了 昨天整個美股的走勢 為何突然科技股又開始被人扔出來 新經濟、傳統經濟都可以 10年的債息 大家很敏感 昨天都說了10年傍腰 升穿1厘 當然還有很多的相關 剛剛升穿1厘 大家可以記住 我都說那場息會升 現在馬後炮 那些新人員 因為拜登 兩個trillion的 Climate Change 繼續去 我們還有持續 升那些 繼續持續 挺開心 甚至乎Tesla Tesla也受惠 新人員 大麻股 大麻股 大麻股很有趣 拜登沒有說過大麻股 不過他的民主黨 黨友 很推動這件事 總之當我拜登說了事 那些都可以 大麻股也撒上去 當然對我們最受惠就是 梅峰 昨晚的朋友晚上都打給我 不是WhatsApp 很厲害 昨天美股 昨天因為港股已經先升了 今天再升 兩天加起來 也不錯 今天回到43元 昨晚如果只看美國的ADR 就很厲害 升了89% 還有一些人問我 還有什麼處理 其實招數不是每次都那麼多 其中一個我之前說過的 就是我們都有做的 都賺錢 就是羅素指數 羅素2000指數 那些small cap 我就nong了這個指數 昨天買了爆升 這兩天都爆升 升了4% Sort了CCMP 那些納子 很多人有興趣知道 看到新經濟又轉回舊經濟 好得你說73元 那這些 轉得這麼快的情況下 究竟司機金做到什麼 我們做了這樣的事 跟大家報告一下 還有一個 我又要等 Kelvin等了我兩分鐘 大概15分鐘 不過今天我覺得 這些新聞 大家都應該 要留意一下 這個就是 關於紐約交易所 又重新 說要將三大電訊箱 又招出來 放進去 又招出來 昨天又說要放進去 第一 我們要同情他 記住 我們要同情他 其實不關於他的事 這個禮拜說了四次 好像很誇張 不過因為他的變化大 我先說一下 之前大家知道 我認我看了一些 條文 從一個細節分析上 即FAQ、857 不包上榜上無名 就不應該做 那是技術分析 不是炒股的技術分析 真的 從法律條文細節 得出了這樣的結論 事實上 所以 我這樣看 紐約交易所都是這樣看 不過 這個技術細節 贏了是沒有用的 最重要是 特朗普不喜歡 他不喜歡 可以搬籠門 這次是搬籠門 之前說的 不在list上 就不包 但是現在 他剛剛 出了 為了 因為不喜歡 紐約交易所 的決定 他就出了 多一個新的 FAQ 這次是 164 我都不知道 164 沒有這隻股票 應該是 也有這隻股票 叫榮利 不過不關事 他剛剛最新update 就是昨天出來的 說 基本上 就差不多搬籠門 總之這三隻股票 China Telecom China mobile China United Network 三大電信箱 全部都包進去 基本上 你跟他玩法律 他就直接落閘 搞定了你 所以結論 很多人問我 你很厲害 之前你猜了他 你現在會怎樣看 我說 我不懂得看 因為 這個已經去到 比較high level 政治層面上的 情況 年代 昨晚 出到來 可能連騰訊 和阿里巴巴 都被他扔入 List 絕對升級 你説真 我説 China mobile 本身 都沒有人拿著 沒有人炒 除了 reactive fund 之外 沒有什麼 沒有吸引之處 但不同 如果巴巴 和騰訊 都放進去 很多人受害 大家問我 怎麼辦 可能等於1月20號 1月20號 拜登上場 可能他 黃欣浩蕩 給我們 作為一個小股民 除了祈禱 都沒有什麼方法 好了 巴掌說了18分鐘 不過我覺得剛才那三件事都重要 希望大家不要嫌我長期 說完那麽宏觀 大局的事情 都說回一些實在一點 Kavin在隔壁 吹了我好久了 說笑 準備了很多 第一就是關於881 大家這幾天就很緊張 因為知道我講過 之後有拿著 我昨天也說股價這麽弱 其實也要控制一下 我自己也有減辭少少 利益申報一下 雖然你問我骨子裡還是很喜歡 不過 投資紀律上高 就是我經常說 一成就要止虧 我自己身體力恨 我希望有機會 55元再加上去 但具體這些就是倉位操作 實際上大家都關心 中星發生了什麽事 Kavin會說 他也順道說吉利 昨天他們出了12月的數 今天股價表現都不差 我就四個波給Kavin 大家好 首先講一講大環境 昨天中協出了12月的汽車銷量 同比也升了5.4% 還要看環比也有1.2% 大家都知道11月的汽車銷量其實都頗強 所以環比也沒有跌 其實那個勢頭都還在 吉利昨天出了的銷量都頗驚喜 如果你有聽我的直播說 其實之前就說他12月是需要做至少 賣到15萬架車 覺得那個可能性就未必有那麽大 之前 如果你看回 剛剛12月的數 就是做了15萬 15萬架車 都是真的做到 然後 然後 比11月還要還給他多2% 所以基本上其實是 撐了今年那個銷量 還好像是今年銷售的 那個銷量最多的 車廠 今年 如果是大陸的話 那 如果你看回 之前有做一些統計 其實如果你看回以前的 trend 12月的時候 其實吉利的銷量是比較差的 現在其實你看到 上年那個12月的銷量 那個程度其實已經是 可能放大一點 其實那個程度已經是 差不多去到之前 17年那個level 所以其實都很厲害 因為這個銷量的銷售 那他就可以看到 還有你看到 他那個 比較 銷售的銷售的銷售 銷售的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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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上年 那現在是9% 大概是13% 所以 也有一個 以前有一個憂慮 就是他撐不到目標 會不會在銷售 會不會在銷售 一些 會不會在銷售 但是他這次做到 是一個驚喜 所以股價也反映了這個驚喜,所以整個汽車板塊的勢頭都仍然存在 BID新能源車的比例有點降低,今年的銷量很強,同比升了一倍 不過主要是因為頭幾個月,所以今年全年都下跌,這也是正常的現象 今年中協的數字,全年都下跌了2%,賣2,500多萬架車 其實成用車再跌得更深一點,主要是這樣 不過BID的勢頭很強,整體下半年都很強 所以股價為何這麼強 所以我再說一下中星,之前股價的壓力是12月,因為車廠已經足夠了 所以就有一點滯後,說一月,其實Morgan Stanley和Gorn Set 昨天看到股價真的這麼差,他們都出了一些報告 Morgan Stanley他們就有提過,那些中星有個channel check 看到一月,他們在一線城市的時候,那些銷量增長了差不多四成 其實都挺厲害的,因為如果你看回去年第三季的時候 管理上有說過,他們的銷量大概有三成增長 雖然說只是一線城市,但如果整體都是有四成,其實是很厲害的 如果是一月的話,另外就是,之前有說的車廠有一個壓力在 12月的時候,另外股價有一個影響就是Tesla那方面 就是Model Y和Model 3,Model 3去年減了兩次價 然後Model Y就今年年頭又減價了 其實大家都擔心會不會很影響那些豪華品牌 就是BMW、Benz、Audi等的需求會不會因為這樣減少呢 高文他們有一個report就說說 這三間公司上年那個銷售的目標都錯了 其實如果你看回他們的ASP 其實這些豪華品牌其實有一個很wide range的price range 那其實如果你說的是比較high end的產品 其實如果以這個Benz和BMW做例子 在中升那裡其實都有三成是比較high end 其實不會跟Model 3、Model Y是一個可以說不是對頭的產品 而且它現在降了價 所以對應銷售市場的對象可能都有點不同 所以會不會是一個好的方面呢 如果是在這方面的話 所以我們暫時就減了一點重性 但是我自己都希望可以觀察一下 究竟1月的銷售是怎樣 不過股價也是會看著股價做人的 主要就是這樣 還有一些技術因素 剛才Kelvin講法公文都講過 可能因為CB 交易了 可能都有一些技術性的沽壓在這裏 你問我呢 我也贊同Kelvin的分析 其實我也覺得OK的 不過沒有辦法 在這個操盤上高 我們就明明覺得好 股價跌 因應自己的風險管理都會調整一下 我估了一點點 我不喜歡站在那裏才做 我們可以跳進去Q&A 不過跳進去Q&A之前 昨天有個朋友關於富途 大家知道我們這麽透明公開 所以我說的話通常我都很負責任 昨天好像有個朋友就問關於富途 就說我之前就叫大家不要買 結果升了又說買了 我就翻查一下 究竟我有沒有做過這件事呢 都說都幾好 有些粉絲專門PM我 我記得聽過富途三十多彈 上四十多那一段 你有說過有點怪 但沒有說沒有買過 我相信我就翻查不到究竟哪天說 因為那天在Q&A裏面大家問我回答 我每天都回答一個小時 所以很難可以回答那段 不過如果粉絲看一看我 我想上一次說就在這段時間 然後也測試回去 還有我覺得有圖有真相 我想大家聽得可得 我特意拿出來 究竟是否真的40元開始買上去呢 這件事是發生了的 這個真是 不要一次次做 我的comparance都罵我 不過我看看紀錄 都真的40元才開始買上去 就從12月16日開始 希望我將我對這件事的理解 跟大家交代一次 還有講一句 我發覺以我印象當中 我很少叫大家不要買這些股票 大家聽得多都知道 我只要跟大家說我有沒有買那隻股票 或者我怎麼看 所以可能我口快說錯 不過將這件事跟大家公道交代一下 免得我最不喜歡就是那些 之前又不說 得了才出來認 那我就去吧 關於這件事 我有點緊緊意懷 所以我才特意跟大家說一下 好嗎 OK 不如就不要阻礙這麽多時間 去回Q&A 說了30分鐘 我剛才說過 先回答一些留言 因為這樣回答多一些 讓大家吸引大家留言 留言多一些 就多人看 多人看我就受歡迎就好 問回Q&A 水泥錯峰生產 時間常態化 對水泥公司有沒有影響呢 就看水泥界會不會動 除了海螺創業之外 會不會考慮其他呢 現在可能海螺創業都暫時沒有持有 現在很多東西買的 正如我這兩天說 現在的人都喜歡炒一些越爛的東西就越好 在大時代當中 可能都是調整一下我的風格 我一向只喜歡買一些好東西 但當每個不好的都升 我不是說水泥不好 我之前買的東西 可能現在市場可能不喜歡 你要有多少硬頸呢 要不要調整一下 暫時沒什麼動 這是第一棍 用海螺計 最濃頭的 你看看不可以 昨天彈了一棍 這也是50元 繼續回答 司機閣有沒有研究6690 6690請問是什麼 當然有研究 好見有些人都問6690 之前有690 然後重組再上去 突然衝上去 為何現在沒有持有690 因為我之前 當大家沒有人提到的時候 很便宜 然後那件事發展當中 其實已經吃小糊 之前去到林投票之前 我覺得 阿Sam建議風險回報 其實應該可以吃虎 我看到他近期都挺厲害的 我也等他開心的 因為我對公司 除了之前說技術因素 想參與169 轉換成6690 那個special situation 不過有時候我自己的傾向就是 就算做一些特別的交易機會 都找一些質素好的 所以本來我也挺欣賞的 你知道大家都知道 我對白色家電都跟了很多年 是不是值得參與的 所以喝了一點 不過就 拿不完 如果大家有聽我說 其實都是靚位走 不過他繼續升 我沒有水晶球 99800會不會跌1200元 不會吧 不過是弱的 除了 除了剛才我說 可能美國不讓人去買阿里巴巴的股票 最新的新聞就是 螞蟻又要把整個data base 那些消費瓶級就上繳 這也是他之前的一個很重要的競爭力的工具 又會有影響 是不是一個無底深探 不懂得回答 我沒有一些很好的資訊 不過我還拿著 不過我發覺有一點要留意一下 因為 大家要明白 有時候我沒有加股票位不減 有時候 他的倉位都跌了 因為我有新錢入到基金 我昨天都看了為什麼 這幾隻 在風眼當中的股票 在佔的倉位越來越小 但股價弱一點 自然他的比例又縮小了 其他那些強一點就崩大了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 當一個基金有很多subscription 我就算不移動 他的倉位都被帶動了 所以就越來越小了 你問我是不是很想主動沽它 我覺得這些位置 我覺得可以等 因為我 很多時候都不想太過短線操作 對 那其他股票呢 OK 說完 354中國 Trendasoft 354有沒有什麼看法 就是華為概念 最主要 很多人都喜歡 你好請教Q1納子的看法 麻煩 這麼大的圖像 我覺得跑輸港股 跑輸深圳創業版 為什麼我說A股 港股 美股 很多場合說 我不是特別重複 不過我覺得 第一季整體的市場表現會好 比第二季 Tradeless 記得要 Trader加anudas 合體 Tradeless Go 好 問對中國海外 內訪有什麼興趣 就是因為 Trump Trump 行政命令 被人沽 但不像其他幾隻 1766 883 有支持 有筆水買 所以就fifor 真的很慘 我剛才看 其實很慘 不過沒辦法 實際上內訪是特別差 因為之前說 不借錢去內訪 其實只是因為 錢不入內訪 所以現在的錢出來炒股票 真的 這樣丟出來 丟出來 慘 不過如果 市場真的這麼厲害 可能最後的錢都會流入 Trader property 內訪 你問我 他的勢這麼弱 因為有幻想空間 但我不會買的 我自己的風格就是 讓他跌停一點 我以前經常試的 請英雄 跌下來 30元 買15元 半價 買了送一 衝進去 我發覺不好的 883之前都說過 太早 價位和時機 我以前搞錯了 這件事 現在我學聰明了 好像每鋒 每鋒我都不會28元 就開始衝進去 我也是28元 SWAT cover 現在才買上去 幸好昨天升了一點 希望繼續去 類似都是這樣的概念 你看到跌就不要太早買 跌定一點 開始營收開始變 就舒服一點 最神級的那些都是28元 不過我認真說 我這麼多年的領悟就是 做最好的 就像北非特那種 他做的事真的與別不同 但是 我自問做不到北非特 那就不要做北非特 你的價位 看得清楚一點 價位就沒有賺得那麼準 好 好 987問 恆子之前說會檢討 多些股票 多些成長力的公司 變相一些舊經濟會佔比少一點 我所說的 每封收容機佔比都會被溝炭 你覺得影響大不大呢 我覺得有一點影響 不過最重要是他們本身要爭氣 這些所有技術因素 當然對股價有影響 但你隨便拿一間公司 10年的股價圖出來 你所有技術因素 那些平均線 入指數 其實 效果你都忘記了 其實到最後都要問問 究竟公司的形勢是否有好 如果形勢是好的話 我就不拘小節 不過當然不要太過無知 為什麼京東會跌這麼多呢 35分鐘之前問 因為現在 鑫鑫說不讓人買阿里巴巴 還有騰訊 下一隻可能連京東、拼多多一起 因為如果真的做 那些鬼佬 一輸就不只是輸 騰訊、阿里巴巴 騰訊、巴巴都可以被人禁止 其他那些有什麼 下一隻有什麼好奇 因為你記住 這個行政命令 這個行政命令 可以包含制裁 公司清單可以無限擴張 12點54分 又開始回答即使問題 我要開 加速 要不然回答不了 先放好一陣 你好 昨天中概股集體跳水什麼事 怕被人制裁 Tag都弱 3692 漢森有沒有研究 有 Gelvin說過 我見他問Ebo有沒有影響 都蠻利好的 因為其實他有三個產品入了 有一個叫阿美蒂尼 是做二線肺癌 另外他還有兩隻藥 一個做慢性白血病 都是抗腫瘤的藥 和一隻糖尿病的藥 都是入了Ebo 降價程度都不算很多 大概六成 不過因為他都是做一些化學藥 多 所以暫時 雖然是化學藥 但也有抗腫瘤 但我寧願買回行水 OK多謝 問中星控股後市怎麼看 就先回答了 有沒有網站看到美股的解禁時間表 解禁什麼時間表 即是他們的IPO 是嗎 不知道 我都在Bomber看 美股的孤空數據除了Bomber看 都不知道 我就用Bomber 不好意思 施摩爾為何大成交下跌 因為他的Lockup 好像10號有兩億股 大約我納一納的新聞 前提 你明白他先炒出了煙 這個是前提 然後 隨便按新聞也看到 上線解禁期即將期滿 跌了很多 按一下 沒有寫 但我記得是兩億股 我的同事幫我查一下 我記得是兩億股 好,回答下一題 6690前景如何 其實之前有幾次我們都詳細介紹過 Sam也說過 不過已經是過多兩天前 你說為何突然跟筆水炒回6690呢 我都不知道 Toy的東西什麼都炒 然後問我 露人甲 結果有沒有落到稻草紅國際配售 沒有 卡卡斯問今天會風勁 有些人都不厲害,881就不厲害 我都很慘 我不是故意發訊息給阿威威 我公道一點 由於月子開始減倉 我都告訴他們 我一直都跟大家說一下 不過今天好一點 881就定了一點 不過這兩天都很邪門 我自己都說多一點 當我本有信心的股票 但股價走勢 跟我的理解差那麼遠 我通常就假設自己是傻子 所以我都是 我希望55元再加回 我不喜歡他輸錢溝貨 大家知道 你好,金價值回來 怎麼看 撩底好時機 金,因為U一升就差一點 XAU 今早也升了1960多 看金,金是昨晚的U一升了 跌了幾十元 今天爬回一點 但你也看過去6個月的走勢 之前一直上去,一直上去 我上一次唯一的金的操作 就是那一刻 大家記得 小了 在1800元下罵 其實上去也不錯 你問我 也同樣有過這樣的情況 近期股票很強 金沒有那麼強 所以我的金的持倉比例 比之前低了 比我心目中的水平為低 所以我也想有機會加一些金 不過還未動手 日明生物跌穿配股價是否入手的機會 OK 我去說我們有take a placement 所以take了那些placement 就坐艇 Kalvin看著我現在的樣子 我想說兩句 我今早就聽了日明生物有個conference call 其實整個情況都沒有大變化 有一件事就是 他們有介紹過 今年的收入增長 應該有五成 下年有四成 其實真的很強 五成是2021年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新冠肺炎 他們真的有十多個project 加起來 現在儲蓄了的backlock 是700多miel的 比金 其實這個 12到18個月內 就可以轉化了 做收入 所以如果是比起這個預期快的話 就更加利好 對於這間公司來說 應該佔成五成的 那個量 就是佔它這個收入五成 所以就大家就 今年 就幾乎肯定就沒有什麼問題 它的業績 只不過是大家會看 COVID之後 是怎樣呢 如果有跟開都會看到 它們的pipeline 都很多 已經進入後期 有些PD-1藥 例如是CSK 有Glorious Gator 有PD-L1 至少有三、四間已經準備商業化 所以 我覺得暫時沒有什麼問題 這間公司 OK 1點鐘 所以 市場繼續升上去 我就說多一會 跌下去我就收線 這招 加絕了市基金 多謝你 Vivian Yau 要特別VIP 我也很示範 誰真是幫忙 要招呼得好一點 NVIDIA 昨晚的CEO賣股 怎麼看 我沒有看法了 Kevin NVIDIA 沒有特別 OK 沒有特別 有廢話 免得少說 Jacky Jacky 汪文 Mikron 出業職 如何處理 Potential price Let's Gap Down 沒有的 美股就是這樣 交到數字就爆升 搞不到爆跌 要不就不要買美股 第一個前提 最基本的 看好 覺得 Gap Up的機會 都有Gap Down VIP Ada提提的 Pre-anlance 也不太差 形勢也不太差 沒有這麼白線 因為這個Mikon的價錢 頗為公開看到 不像 廣告 Pinterest 一下子夾上去 沒有什麼 Anonist 總是靠股 這些東西可能會好一點 美股是挺有趣的,不同港股A股,保密功夫很好,未出的數字,沒有什麼春光鴨 所以一出來,大家一波風衝下去,港股A股沒有這個現象,因為很多春光鴨 東西可以,早些人已經走去買,所以很喜歡 This is what it is,我真的這麼說 問Ben是Good price to buy,因為跌了 這股升勢,可以部署券商股,我又買了一些call 2669,有什麼update? 2669?我想是問2269 那個是問2269 2269就先回答了 9926,好像有買,你是call 不用了,我估號有買,我沒有買過placement 不敢回答你,大家不要太矛盲,雖然我很公開透明,隨便問我有沒有操作 就不公道,其他問得有深度的朋友又不公道 我是這樣的,你問得仔細,有功夫,我就回答得深入一點 FOREST 突然間走約,回答了,未吃午餐都回答了 萬國數據,有沒有留言?沒有留言 京東健空,會不會再買入?暫時未 半月成交1200億,內地資金是否持續流入?我覺得是 6969,今天跌了多少? 6969,就是CY2 因為就是lock up,大家害怕 中原開戶太慢,已有10天,很心急 Calvin幫我把這個comment forward給David 昨天TAN升了,又升,有沒有追?有 Bitcoin升遍了,是否全世界社會主持的首場 不是只有...其實它升了這麼多,其實也不是很大的asset class 我本來想留下之後說,這個說 你看,現在Bitcoin總市借6,940多億,比Tesla小 大於騰訊,排第10 asset class未至於那麼大 因為取代金,金是12T,即12萬億美金,未至於5% 看看怎樣看,很多人未買 大殺很多人都不買,我都沒有賣 好,其實很多東西準備在後面,不過時間當然講不及 所以我這個放定 我還有一些關於人民幣,十大時股,201歐路 那些都未講 不要緊,每天都有很多話題,可以跟大家講 先講一些時間性敏感的 爸爸和騰訊,退市有什麼影響? 那些傢伙就買不到 那些股價,每天有人估,股價就會跌 退市機會大不大? 那20號之後再猜 沒得猜 就算是他現在這樣說,有人先姑為敬 大部分人,包括我一樣,都會有個心存效衡 因為,就算放進去那個... 又忘記了 13959 13959這個行政命令當中 其實實際上,它是說 新增的60天之內,就開始不可以買 而那365天之內,你就可以沽 所以其實時間性都有彈性 看看拜登會不會黃欣浩蕩 市場不太動 香港有糧食股嗎? A股有嗎? 金龍丸算不算糧食股嗎? 我不知道 所以你說浩德的操作,司機的操作不太完美 昨天我說,因為要被迫吃股,就減了金龍丸 繼續升了,一百三十多元 這個就是糧食股嗎? 八八一會不會止蝕? 止左一點 沒有辦法 分析還分析,風險控制還風險控制 八制神州長遠看好一點 還有拿著 對,其實香港的利益比美股那邊差一點 但其實我覺得,因為它除了PD-1藥,還有BTK的藥 我覺得整個市場都看少了它 可能,因為這隻藥,未來五年,都是三分天下 其中一間就是Johnson & Johnson 另外那間就是剛剛批准了的洛城劍華 還有就是白濟神州 因為阿斯利康有一隻會上 現在三期都要四、五年時間 所以這個是一個不錯的市場 OK,好了 Kelvin又好,每次都很具細無謂地回答 不過這樣很快就會抬盡了 OK,你們很幸福 有Kelvin幫我解決了這麼複雜的問題 好,大時代看到什麼息息會走 你看上一次,老闆、舊老闆、謝山 大時代,高位去做了一個placement 大家都記得了,記憶猶新 看看今次你信一下,18元做了一個placement 從頭都沒有見過 在2007年11月23日上市 從頭都沒有見過高位 拿捏得很好 今次看看會不會去到一個位置 去後做placement 沒得猜的,只是說笑 誰知是不是大時代那麼厲害 就是我亂吹的 叫大家幻想一下 大時代如果真的來 希望大家賺到錢 8月之前,希望大家能走得到 但是不是有一個很單一的指標可以判斷 當然不是 聽我說多一點 Raymond說,聽我說買了梅豐 他升我都開心,但坦白說,都不是每隻隻可以 我想很多人都跟我買了一隻881 所以都是那句,我自己真金白銀都輸 所以我都止蝕 讓大家參考一下 我不是每隻隻可以,大家要記住 所以我一向都是這樣的 不行就早些控制好風險 輸就小小豬,贏就大大豬 比如說那隻中星對我來說,倉位不夠1% 輸都是輸幾個% 1%裏面的幾個%就真的不太痛苦 大家看到我經常說是因為大家很關心 其實對我來說,只是我眾多的投資之一 不過既然大家關心,我就負責任一點 反正你見到梅豐,我拿著,我是Top10 最重要是輸的時候就小豬 贏的時候就大豬,就簡單一點 就算你一半可以,一半不行,你還是贏錢 註碼控制對大家的投資結果很重要 1999有力向上嗎? 什麼來的?1999 不好意思,我按一下,沒有研究 好,市場好像站得穩一點,繼續說吧 說多最後幾句 9926有沒有拿貨或者追D 剛才說了,不這樣回答 小米什麼位可以進入? 我... 還在想要不需要take profit 但是沒有移動,沒有倉位沒有移動 所以不能達到 債息1是什麼意思? 債息1就是1% 十年期的債息 是否有時候太快? 不好意思,因為我經常說 如果聽會的朋友可能會明白 我又不想每次具細無謂重複浪費時間 這個就是美國十年期的債券 這個就是美國十年期的債券 升過1%就是之前有低息 大家覺得因為聯儲局放水,息很低 長息低,對大部分的資產定價會有利 高的時候,大部分的資產就差 尤其是增長型的股票等等 升過1%就是這個 指葉板塊有什麼研究? 研究員今天看到一些紙好像加價 都是大時代的感覺 隨便有些消息就炒上去 所以你問我,用2015年的感覺就是 我想說,在bubble當中不要太理性 什麼時候理性呢? 就是當bubble爆之前,你理性就對了 我怎知道bubble什麼時候爆 你問我,我也不知道問誰 事後看當然容易 身處當中當然難 抽到京東健康,渣安事菇 我還有渣子 這個問題問得很複雜 京東健康、阿里健康、中安狀善、平安好醫生有什麼分別? 中安在線做保險的,都不是做健康 就不應該這樣擺一堆 至於阿里健康、京東健康和平安好醫生的分別 在京東健康上市的時候 好像應該是Sam說 Sam分析過了 記住,很多問題在我們C基金康上 因為我們每天都做的,所以我們很多內容 就不需要即時問的 所以為何大家訂閱一下? 這樣簡單 可能打回京東健康應該找到 請問美國粒粒亂影響香港市場嗎? 所以我覺得沒有影響,很厲害 大時代的跡象之一 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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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開了那個 昨天有朋友說沒有那些Super Sticker 其實我不知道是什麼 不過總之叫我們在技術上再開發 讓大家可以讚一下,甚至乎打賞 我問打賞我,如果講得好記得打賞一下 怎樣做我也不會的 慢慢學一下 這個Super Sticker OK 接著我關掉它 我去回... 說到哪裡呢? 找不到 看到看到 好,一半資金自己炒,一半資金買私基金 謝謝你,這麼給面子 中星基本面子有變嗎? 剛才回答了 看A股,入手2628是否好方法 2628是甚麼? 中...China Line 我們有買一些Call 什麼都說了給你聽 但是很搞笑 什麼都說了給你聽 但還是發覺買私基金比較好 因為有變化的人有人看著 二路掛大幅落後其他內險股 原地特報 如果真是大時代,A股爆升就炒垃圾 我會不會很壞 待會有人罵我 你不要以為你買了我的股票 我不罵你,你罵我是垃圾 開玩笑,不能得罪人 我有買一些Call,部署,駁它爆升 你問A股市貨,暗示A股猴市開始 我又用了一句,George Soros說 I'm not predicting, I'm observing 正在發生中,不是很猜 大家經常以為我很強勁,有水晶球 我不是的 我將我看到的東西告訴大家 不是我判斷出來的 我早過半月跟你說 All-in-I-A股就厲害了 現在正在發生中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大陸疫情轉差,會不會影響A股? 是會的 所以要關注 為何之前有169,現在就沒有了6690 就先解釋了,吃了糊 會不會部署AI股,拉登等 很貴,早段又不肯入 就是這樣,你虧了一張 你虧了時機就很差 新城Johnny推介給我 我研究完幾好 那幾天就爆升 就不像富途一樣 爆升完下來,給一個好位再買 那些路升,就算被人說打下來 不過都升了30多元,然後給美國基金大佬值20元 都回了一下,再上又下回來 這個浪當中放得不好 看看之後有沒有機會 489,是甚麼來的?東風 是嗎? 這輛車,剛才是Kevin說的 沒有甚麼再說 分析一下ESG,是否大賴力落珠 外面的基金是這樣吹 真的有很多錢可以跟蹤 Tesla是否東邁車,哪算是壽壞 新能源 瑞星科技,我沒有拿,是否要止蝕 我一向自己的止蝕位,不是看圖 我的止蝕位是看自己的成本 不要忘記12月的Top10 記得放在這裡,明天說 今天已經有一個小時了 Viu問我,很喜歡說說新聞,大圖像 不過有些是亂吹的 3、4、7個位,看多少錢 第一,3、4、7不知道是甚麼 第二,看多少錢,我都不上網 3、4、7是甚麼 不好意思,我真的不記得 我安港,炒爛銅爛鐵都厲害 我之前說過,看過沒有甚麼特別 ESR也看過沒有甚麼特別觸動我 光復很強,是否繼續支持新能源 因為拜登是 B夫問,是我問你的 當日在34元,我問你買不買得 過兩天開始反彈 我發現股價升了7% 息少少價位,但不買 接著第二天跌破下過,阻力沒有追入 想股價回入才入大得非充天 OK,多謝你 但究竟我有沒有說過,叫大家不要買 如果有些朋友 深水清,提醒我 如果不是很壞 叫大家不要自己買 大家如果聽得多,我就很壞 不過假設有這樣的情況,我就很關注 請我買1766元 沒有 是否應該要呢 不行了,股價跌了 收工了,跌下去了 差不多1.3 其他那些,不好意思 我已經超過完成了 只剩下那些 如果真的想問的話,在留言 留下,我明天再補答 好嗎 OK,時間差不多了 OK,這樣 我現在都可以開玩笑 我要職業性地保護一下我的聲音 現在一天講幾場,有時候我都學龍通 如果影響大家聽的質素就不太好 多謝大家的支持 如果沒有問題,希望大家可以見諒 因為有時候時間都有關係 還有不想適合,適合大家 浪費大家寶貴的時間 有想其他問題 記得在我們留言區留言 我會有優先處理 因為大家會幫我 增加我的頻道的流量 拜託各位 最後也提提 有些新的朋友要訂閱一下我們 給點like,多點留言 讓我們精心肅心經營的內容 可以有更多人聽到 你們越多人聽到,讚賞我們 我們就越有動力去做得好些 時間差不多了,明天再見,拜拜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